法国著名影星伊莎贝拉·余贝尔拍摄过超过100部的电影 也多次拿下了国际级的奖项 她在获得2018年度女性奖之后表示 希望可以和众多的中国女性一块来分享这个奖的荣耀 她也说呢 对于妇女的尊重和平等 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一天的节日里 拍摄了超过100部电影 多次获得包括法国甘纳金总旅凯撒大奖 威尼斯 蒙特利尔 莫斯科 意大利 德国等多个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近期又收获了歌坛奖和美国金球奖的 法国著名影星伊莎贝拉·余贝尔 在法华商业俱乐部领取了2018年度女性奖后表示 要将这个特别的荣誉与所有中国女性分享 她向凤凰卫视记者解释说 因为在她眼中 中国女性与法国女性有着一种特殊的相似度 虽然被众多权威媒体评选为世界影坛 活跃的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 余贝尔指出 她依然能体会到女性在当今社会 小到生活细节 大到国家政策所面临的不平等 为了不让男女平等 只停留于一个妇女节的口号 法国政府今年把推进男女用功平等 以及在三年内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作为工作重点 而在3月21号 内阁会议上还将审议打击性别暴力的新法律草案 防卫视柳一江星 法国巴黎报道